Hello大家好,我是CC 这个视频将会以最快速最简洁的方式 告诉大家如何在美国加州购买房产 在美国买房子最通常的分为两种 现金买房和贷款买房 如果是现金买房 那你可以直接跳转到下一个章节了 先来说一下如何贷款买房 不管你是找我买房 还是找其他的经纪人买房 为什么我们都会先要求你们给我们看 Pre-Approval Letter呢 中文翻译的话应该叫做 贷款预批性 会说明买家的经济条件 比如首付放了多少 可以买多少钱的房子 这一步也是帮助买家了解自己在当下的情况下 知道自己的贷款能力 从而更加清晰的明确目标 从申请到拿到Pre-Approval Letter 时长差不多在三到五天之内 当然我做过最快的第二天就拿到了 因为买家资料准备的非常齐全 提交速度也非常的快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市场还是非常火热的 如果是先看房看到喜欢的房子再去搞那个贷款预批性 那等到预批性下来的时候房子估计已经没有了 还有现在比较火热的房源还有Listing Agent也会要求提前先看贷款预批性 Pre-Approval Letter 那我们拿着这个Pre-Approval Letter和Proval Fund就可以开始看房了 如果是全现金的买家只需要提供Proval Fund 也就是资产证明就可以开始看房了 看房的时间呢 从一天到三个月时长不等 我有遇到过那种第一天看房子 就遇到了喜欢的房子 而且我们下了一个offer就开Score了 并且还没有加价 在Score里面我还帮我的买家争取了5000块钱的credit 当然不是每个case都是这样子的 我目前为止最长时间的在看差不多在三个月左右 带进Score的几率基本上是98%吧 因为在美国买房子并不是说咱们喜欢这个房子就一定能够拿得到 除了价格之外 还涉及到我们经纪人的offer怎么样写的好 怎么让卖家满意愿意卖给我们 所以这个时间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第二步 进入Score之后 在三天之内要打定金给Score公司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过户公司 它是我们在房产交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它的作用比较像是第三方公司 帮我们处理文件以及资金的储蓄与转换 我通常都会跟我的客人说 把Score公司理解为支付宝的属性 看准房子下单 然后给钱给Score 等中间的转换程序都做好了 Score公司最后才会把钱打给卖家 订金的金额通常在3%左右 到最后这个订金会作为你首付的一部分 Score这一步需要的天数通常在30天左右 全现金的买家最短的Score天数我做过7天 第三步 订金汇完之后就要找一个专业的房屋检查人员 以及白衣检查人员给房子做一个完整的检查报告 看房子是否有一些不可修复性的问题 或者买家不能接受的问题 买卖双方达成统一意见之后 买家就可以移除房屋检查保护条款了 第四步 银行会派专业的估价师给房子做一个估价 举例如果我们下的offer是100万 但是银行的估价只有98万 那么银行只会借给我们买家98万的金额 剩下的2万需要买家自己额外提供 如果估价和我们下offer的价格是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就可以移除估价保护条款了 这个估价保护条款呢 在比较火热的市场的时候 我们会考虑提前移除 还有一些新房其实也不会有估价保护条款 第五步 移除最后一个对买家的贷款保护条款 这一个就是说 如果你的贷款最后没有被批的下来 买家可以因为这个理由 拿回定金 无则取消买卖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第一步 提前做好pre approval letter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第六步 带过户公司签署贷款文件 汇入最后的投款以及过户费用 最后银行就会放款 同时City那边也会做一个登记 而我们就可以拿到钥匙 成功的做完整个买房的流程 总结一下 如果你想要买房 需要先拿到pre approval letter 然后看房下offer 开escrow 汇款定金 检查房屋 以及阅读房屋报告 移除对买家的保护条款 签署过户文件 汇头款 最后拿到钥匙 费用的话 作为买家是不需要付给我们经纪人任何费用的 卖家会支付买卖双方经纪人的费用 当然一些特殊的案例除外 买家需要支付的就是一个escrow的费用 和贷款所需要的费用 这个费用一般会在房价的1%到3%左右 还会有一些递税的费用 以及保险的费用等 除了这个视频之外呢 我还会为我的买家准备一份买房流程PDF吧 以及buyer net sheet 让我的买家能够更清楚更轻松的买到新宜的房产 那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啦 请不要忘记订阅我 希望大家都能够买到最满意的房产 那我们也下次再见吧